目前正是木棉花结果散落的季节 国道公路警察局提醒 中山高北斗路段沿线种植木棉花 请驾驶行进这里专心开车 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请听黄俊伟报道 封面通过带来阵阵抢风 国道一号北斗路段沿线种植木棉花 免续四散 有民众提供行车记录器 现场影像有如下起五月雪一般 就会看美景啊 但是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距离 西州联络到两侧 种植许多木棉树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 派出巡逻车沿途巡视 国道路面及路间散落许多木棉花棉续 园林分队陈万亿小队长提醒驾驶 别被眼前的五月雪梅景分了心 木棉花在五月这个时间点 刚好它的果实 刚好棉花会掉落 棉续会飞散 这个景象看起来是蛮漂亮的 他在这边就是呼吁驾驶人说 不要让这个美景影响到我们驾驶的安全 在这边就是呼吁说驾驶人就是要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第三公路警察大队呼吁注意车前状况 专心开车 另外要在确保有足够安全距离之下才变换车道 并且全程开启方向灯 警广及旧黄军委张花现报道